鞋儿婆 猫儿婆 我要买红星儿科 买完了这个再买那个 买完了这个再买那个 买 买 买 别劝我 别懒我 老板你莫管我 我就也行消费 我冷静不下来 我就也行消费 我冷静不下来 我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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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骄傲 我光荣 我和明月槟城 喝完这杯再喝那杯 喝完了这杯再喝那杯 喝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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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大声 半小声 我就买回原过程 买完了这箱再买那一箱 买完了这箱再买那一箱 过程 回原过程 写小了看就裤子断了去追 这是我的问题和你们没关系 告诉你们老板别多管先生 我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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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有虫也喝 就算有蛇也喝 谈谈你每一笔 奇怪 却还想喝说 美 美 美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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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 马桶 可以啊 你这小姐们唱的可以啊 对不对 你都没感化了哈 我必须给你点个赞啊 马桶 啊 马桶 为你来吃的吧 不奖励奖励你 我都觉得对不起你这才艺 是不是 是不是马桶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马桶的豆皮狗盛 刚才呢 就是我们马桶 给大家带来的他的才艺表演 之所以让马桶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呢 就是因为在短音上看到啊 就是红鱼儿客的事件 因为呢 红鱼儿客就是一个快要破产的一个品牌吧 嗯 就是很艰难 但是呢 在这一次河南的暴雨洪灾的救援当中呢 呃 直接捐赠了5000万 然后全网上下呢 都是对这个品牌的一种感激和支持 我觉得整体上是一个互联网环境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生态的反应 当红鱼儿客这个事件被知道之后呢 广大网友纷纷的去他们的直播间支持啊 然后买他们的东西啊 很多东西都断货了 然后呢 他们的老板还出来说呼吁大家理性消费 呃 搞笑的就是那些呃 网友的有爱的可爱的回复 就说什么呃 这个东西不要管我理性不理性 我就要野性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告诉你们老板别管闲事 就类似于这类的什么嗯 衣服没有了上断马的断马的无所谓 大小合适不要剪 脚不合鞋不合适是我脚的问题 跟你们鞋没关系 呃 鞋不合适我砍脚 裤腿不合适我锯腿 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 看的人啊 就是特别触动 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带着马桶给大家啊 来上这么一出节目 当然了 除了红线尔克 密血冰城 会员果汁 呃 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心企业 民间团体和个人给我们今天捐赠物资和善款 呃 在这里呢 一并的向大家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